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由杜高斯贝电视为您呈现的Liprate版本行业要闻播报 首先让我们从BBFX公司开始 日前该公司杰出的介绍经纪人保罗唐宣布正在准备推出新的外汇信号和投资服务 下周则会以Bagby Markets的名义实现到实时账户 保罗先生及其公司深谙北美介绍经纪行业的运作法则 现在他们则是在寻求国际客户 保罗先生表示此项服务将专注于美国之外的全球客户 将会提供给零售投资者以解决方案 但同时也会寻求和其他志同道合的业内专业人士 以及业绩优良的基金经理合作 众多外汇公司的资深行业人物 日前会见了以色列顶级风险投资商 旨在考察作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外汇 金融技术和高价值初创企业地之一的投资和行业增速 外汇公司心已通过兼并竞争对手的公司 或有序的发展来扩大自己的行业地位 但是具备丰富经验的风险投资基地 现在已经开始密切关注外汇行业 及其所有此行业 且他们往往有着先进的网上交易技术 不仅可靠往往具备创新 本次研讨会侧重在线金融交易行业的挑战 机遇创新和发展趋势 并强调自去年以来的并购转变到 本年度的独立发展业务 埃及集团首先将交易纳入可穿戴式 设备苹果手表的应用软件中 现在交易者可以在此设备中进行交易 2015年 各大在线交易商开始迎接新的契机 各式交互式的应用软件 在线视频和与客户沟通的手段 不断地得以发展 埃及集团IT开发部负责人伊万高恩 对这未来的交易平台评论道 苹果手表是具备 成为未来个人电脑设备能力的最新设备 让客户使用手表应用的成功关键 是简便性和速度 客户希望定期检查仓位 尽快对市场波动做出应对 我们相信这个应用程序是精心设计 以满足这些需求的 本期LipRate版本行业要闻播报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re demande 请订阅 前转月 tel.